空拍機一路望去 河面都是斑駁白點 鏡頭拉近 畫面慘不忍睹 這裡是伊拉克東南 底格黎絲河泛濫平原沼澤地 乾旱流量減少 高溫 水分快速流失 成千上萬的魚就這樣暴斃 堆積在河岸上 過去四年 有六萬多農漁民 生計被迫砍掉重電 只是越來越多人轉往都市求生 對已經極度脆弱的環境可不是好事 位於底格里斯河中有的首都巴格達 河岸垃圾滿布 污水源源不絕排入 造成的危害 最後還是全民一起付出代價 大愛新聞就可很編譯